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进入选歌环节 这个环节是节目组本次整活的重点 节目组邀请了浪姐一 浪姐二的六位姐姐回归舞台 参加第四次公演 他们分别是第一季的李斯丹妮 孟佳 金晨 第二季的荣祖儿 吉克俊逸 江应荣 两季各有两位成团姐姐 以及一位未成团姐姐出现在次 四公经验规则也在此走起了复杂路线 分为上下半场 上半场是队场试炼战 下半场是团队试炼战 顾名思义 队长试炼战就是队长之间的比拼 另外还加入了师姐帮场 四位队长两两组成 在各自加上一位师姐助阵 这次分组倒是体现了公平原则 三公总分第一 第四的队长成组 第二 第三的队长成组 于是乎 王兴玲和郑秀妍走到了一起 谭威威 余文文也成为了合作伙伴 两位助阵师姐是一代团的李斯坦尼 和二代团的吉克俊逸 巧合的是 两位师姐的名字都是四个字 至于为何从六位师姐里选出他们二人来助阵 节目正片并没有交代原因 观众也就不得而知了 三公总分支和较高的 王兴玲 郑秀妍拥有优先选择权 他们在两位师姐中选择了李斯坦尼 剩下的吉克俊逸则自动与谭威威威 余文文成组 这一选择引得旁边的谭威威直呼 有必要的 有必要吗 他们三个人跳就是起飞了 二 选歌环节 上半场强制方案 下半场唱跳舞台成绩类 上半场的两场表演都是唱跳表演 节目组提供了孟不落雨林和杨 两首歌曲一共选择 据搜索引擎提供的结果 孟不落雨林的原唱是张艺兴 至于杨因为重名歌曲太多 目前还不知道节目组选择的是谁的歌曲 节目组没有给姐姐们提供选择的机会 直接公布了早已设置好的强制方案 王兴玲 郑秀妍 李斯丹妮将表演孟不落雨林 谭威威 余文文 吉克俊逸将表演样 下半场是团队试炼战 就是各支队伍之间的对抗 不过呢 这次不是三代姐姐们之间直接比拼 而是三代队伍分别与一代队伍或两代队伍对决 三代队伍只要超过所处赛道 虚解队的分数 就可以全队直接晋级 在这里节目组搞出了一个新的赛道的概念 纳英对帅队伍正守一条赛道 宁静帅一代队伍正守另一条赛道 四支三代队伍将两两分别进入两条赛道 与师姐队伍同台竞技 师姐团秀的歌曲 有叶庆文的信自己 和一首笔者不知原唱的《你》 三宫获胜的纳英优先选择 考虑到二代姐姐全部是场将 纳英选择了信自己 把你留给了宁静 对此宁静也是很满意 她在后彩里表示自己想选的就是你 谭维维的歌曲再次体现了出来 她在已有上半场唱跳表演要完成的情况下 依然考虑到要让队友们发挥优势 极力主张选择唱秀舞台野蛮生长 王兴林队早早就在蔡卓妍的毯子掩护下 商量出了结果 他们选择了唱演舞台 孤独送歌 郑秀妍队也没有什么纷争 果断拿下了唱跳舞台恼人的秋风 因为所有队长都有上半场的唱跳舞台要参加 所以这一次下半场选歌过程中 一贯被争夺的唱跳舞台反而是不吃香了 这倒是一大奇景 这一次的唱跳舞台如同鸡肋 食之太累 气之可惜 郑秀妍的选择颇有勇气 唱乐舞台你的样子 最终花落余文文队 看起来许无云似乎最是开心 可能因为这是她擅长的领域 转盘 桌面转盘决定出场顺序 胡信儿低情商发言 余文文含泪选择与宁静对决 这次决定出场顺序 节目组设置了一种公平公正的方式 笔者称之为转盘桌面 在一张可转动的桌面中间 架设了一台摄像机 转盘转盘停止转动时 定格的画面当中的成员 就获得出场顺序的优先选择 这种规则的改进值得点赞 谈为为余文文首先定格在画面中 他们选择了上半场后发 那银和宁静选择下半场赛道 出场顺序时 宁静先获得优先选择权 也选择了后发 轮到三代队伍 商讨要禁用哪一个赛道时 各队又进行了一番讨论 薛凯奇表示 虽然他一直在宁静同盟 但是撇开个人因素 他觉得宁静队更强 言外之意就是要与那英队比拼 谈为为再次放权 你们来定吧 我们都是那么有团魂 你来定吧 胡信儿则犯了一个低情商的错误 他表示 那当然是不要跟娜姐PK 余文文回了一句 你总要选一个吧 胡信儿 那就跟宁静姐PK吧 余文文 为什么 胡信儿 你一定要我说吗 后材里胡信儿说出了自己的原因 因为从一开始 已经是属于娜姐那边的 那我肯定就是觉得 还是不要PK 娜姐会好一点 胡信儿所谓的 当然其实也很不理所当然 不论是不跟娜英PK 还是不跟宁静PK 都没有当然或不当然 毕竟已经走到了四宫 队伍中 唐氏益是两个同盟都带过的 张强 赵梦 余文文 则是一直都待在宁静同盟 此刻的胡信儿 只靠对了的自己 完全没有从队友的角度出发 实在太过自我了些 即使所有队友 都一直在娜英同盟里 此时此刻也应该把比赛 放在第一位 不应让人情 战胜了理智 所以说 这个环节的胡信儿 真的是显得情商低了 与她以往的形象 不太相符 当然 并不是想选哪个赛道 都能如愿 后面还有桌面转盘环节 余文文获得了第二次选择权 此时的选择权 反而成为了她的枷锁 为了满足新队友的期望 她选择与宁静赛道 带着眼泪回到了座位上 不过在后彩里 余文文说道 我队友里面有两个人是新来的 而且他们有明确的跟我表态过 他们不太想去PK那赢组 我不希望 现在还没有开始相处的时候 就让他们心里面不舒服 徐梦桃退赛 徐梦桃因为有重要的工作 要离开浪杰三的舞台 节目组专门为她举办了一场送别会 因为没有具体交代 我们并不知道 这场她要去完成什么工作 想必是比浪杰三更重要的工作 不必遗憾 体育赛场是徐梦桃的另外一个舞台 祝福她在自己的舞台上继续发光 争取赢得更多的荣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州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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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顺 转发 适当激的组组 感谢观看